西非國家的伊波拉疫情已經蔓延到塞內加爾 該國則星期五宣佈發現第一宗伊波拉的病例 塞內加爾衛生部長塞克對記者說 被感染病人是一名基里亞的大學生 他這星期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克爾一所醫院尋求治療 他說這名年輕人承認 在基里亞與伊波拉病人曾經有過接觸 塞內加爾是西非受到伊波拉疫情襲擊的第五個國家 伊波拉病毒今年已經導致1,500多人死亡 絕大多數是在基里亞、尼比里亞、以及塞內里安 世界衛生組織星期五警告說 已經持續6個月的疫情有升級趨勢 40%的病例出現在過去的21天 同樣是星期五科學家表示一種治療 伊波拉實驗性藥物治癒了18頭 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的實驗室的猴子 科學家表示即使是感染了病毒五天之後的猴子 在用藥之後亦都可以傳遇 小明治 條他 表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